高雄山明区的这东透天错 因为屋主长期堆积杂物 导致老鼠跟蟑螂窜来窜去 附近的邻居不堪其绕 还有高雄米奇屋的称号 2022年环保局清出两顿的垃圾 打扫完之后打算出售 但是时间过了这么久 却是乏人问津 最近价格再度调降 房众刊登屋内的屋况照片 墙壁上还有部分的屋渍 就连厕所也有过去堆积杂物的痕迹 实际回到现场门口挂着出售的招牌 室内空间已经清空 房子空站那边也是有听说耳闻 也是邻居们说 这边也是有要骂牙之类的 都要平心卡住平心里 你穿着我们没来做 就没用出来 没用出来 这栋梯都出来 这栋透天错就位在科工馆站附近 平数三十八点八九平 是地上三楼地下一楼的六房两厅 屋邻大概有三十六年 两年前曾经开价一千六百万元 后来降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万 现在再降价变成一千三百万 反正这一户之前过往的历史 年代的消费者对它会有一些 障碍跟英语债 所以年代影响它的售价 否则一千三的这个价格 在区段来说的话 可能车库一楼的公寓 大概就是这个行情 房仲业者指出 以高雄三明区同样屋里平数的建物来说 价格都大概落在一千五百到一千六百万元之间 但因为多维自住客释出的量并不多 这回米其屋再降价 再先话题 近新闻杨树陈珊珊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我是带大公寓权的 或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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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护